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论千年历史的风霜雪雨 朝代兴邦 不关世道沧桑 内忧外患 家国情怀是一条不会断裂的牛带 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本命 因为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1年2月11日 正值农历大年三世 行为华与爱人还在回家的路上跋涉 在宝齐市岐山县 没有什么比一碗扫子面不能欢喜家的味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家铺记载 行四家族家族的第四说明了这片土地上一直是有家族的记忆和家训的传承 在宗族内 必须要遵守 家训 独归 无论你是从政 经商 还是求学 一样要遵守这些劝人向善 提高修养的家训奴归 家训国义跟道理 实际上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家国庭怀 2021年4月5日清明节 在陕西省黄陵县 一年一度共计宣元皇帝的祭祀典礼 如期举行 皇帝 全世界华人共同尊奉的真文师祖 他与炎帝开创了中华文明的仙客 是炎皇子孙凝聚为一体的基石 牛羊和五谷城的献祭 端上共桌 中国人对于皇帝的锤丝 延续千年不曾间断 这不仅是纪念血脉的传承 更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到古老华夏大地的那一刻起 建民们从士族部落到家庭 再由家庭汇聚成国家 数千年来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有一个朴素的观念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陕西省寒城市 与陕西省河京市交接处的峡谷 是黄河河岛最窄的地方 这里被称之为龙门 相传大鱼带领部族 在这里凿开了山体 这里桀骜不驯的黄河 这也被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家国情怀 开启了传承的闸口 史记下本纪记载 与传位与他的儿子起 就改变了原始部落的善让制 创立了中国史书中 记载的第一个世系之朝代夏 夏国的国军即使家族的组长 又是国家的掌权者 这是典型的家国议题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 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 距今三千年前的一天 商朝都成昭歌的一场大火 宣告着商王朝的封灭 新兴的周王朝 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但周人明白 攻占昭歌 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 他们仍然要面对商人后裔 以及异族部落的威胁 为此 周王朝统治者 力图用一种全新的格局 来维护政权和国土的安全 最终 西州以周天子王姬之地为核心 外围是以血缘关系为主 紧密围绕的七十一个诸侯国 从四面八方筑起一道坚实的平凡 形成了封建清气 以翻平周的格局 历史是基于空间和时间构建的四维度客观存在 西州 其国土的空间构建 基于血缘分封 其时间轴上的王朝延续 则基于世西的血脉传承 1976年 在陕西省宝基市浮丰县出土的墙盘 被考古界和史诗界 誉为青铜史书 在墙盘的内地部 出客有十八行 共二百八十四字 记述了西州 文 武 成 康等 共七代周王的重要诗迹 以实物的形式 佐证了西州初期 几代军王世袭相传的历史 天子层面是世袭的 武王传成王 成王传康王 诸侯国层面 也是世袭的代代相传 这种两个层面的世袭 就是希望周天子和所有的诸侯 保持血脉相连 永不中断 家族和国家 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 这就是最典型的家国同构 西州的家国同构 与夏商的家国一体 他们的区别就在于 有没有分封 有没有形成大小的两套宗族和权力体系 西州初年 已经艰苦的战斗 周公终于平息了商朝贵族的叛乱 周成王将鲁国作为奖赏 奔封给周公之子薄秦 在周公看来 鲁国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封赏 同时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在薄秦即将去往鲁国的时候 周公写下了一封给儿子的家书 得行广大的 以千功的态度处理人和事 便会自然得到荣耀 在土地广阔而富饶的地方 如果保持节俭的生活方式 就会收获永久的平安 这篇名为借博情书的文章 可能是中国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步家训 这不仅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因因嘱托 还隐藏着周王朝的执政者 对天下同族诸侯的教诲 无论是夏商的家国议题 还是西州的家国同购 依靠家族和亲情共治天下 血脉相容的家国关系 在历史的进程中 逐渐成长为时代的主流 然而 红质与血缘的结合 会永远牢不可破吗 时间将会给出最真实的答案 公元前606年 楚庄王讨伐陆魂取得了胜利 随后 公然在周王朝的都城 洛邑附近检约军队 过于压力 周王派大副王孙满 前来慰劳楚国军队 而楚庄王却向王孙满询问 周王朝九鼎的大小轻重 以为代周取天下 面对楚庄王的挑补 面对楚庄王的挑衅 王孙满不卑不亢的答复 周得虽水 天命未盖 顶之轻重 未可温烟 春秋时期 周天子 南村师王 天下 礼宫月唤 甲国同构的 旭脉相连 在诸侯们野心的驱使下 渐渐示威 在一片乱世中 各种思想潮流纷纷涌现 都在寻找一个 如何赢得天下的终极答案 此时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 登上了历史舞台 孔子 深受西州 德政思想和 礼乐制度的影响 将甲国同构的理念 在儒家思想中 延续下来 并成为其 思想体系中 一个重要命题 孔子 孔子晚年曾周游列国 向各国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 有一次 齐景宫问孔子 治国的道理 孔子用八个字 回答了齐景宫 君臣属于国家里的关系位置 而父子则是家庭的关系位置 作为君主的 能正确按照自己的名分 地位 表现出应有的道德 才能充分显示其应有的价值 作为成了 同样表现出相对的配合 双方互动的结果 国家才能治理好 彼此定位 以维护人伦的秩序 完成其家的使命 在那个以实力倾压 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 图强争霸的欲求 没有空间 让孔子的儒家学术立足 孔子在有生之年 没能看到自己的政见得以实施 即使在其身后的数百年里 他的政治理想 也没有被统治者接纳 家与国 似乎渐行渐远 公元前2002年 汉朝建立 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 迎来了和平的时代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由平民开创的统一王朝 当汉朝的统治者 继承了秦帝国的全部政治遗产后 还在努力寻找一种 更加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 让天下太平 万民同心 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刘彻 为了凝聚国家的向心力 将儒家学说 树立为天下的正统思想 毕竟数百年的曲折起伏 孔子的理想 终于被国家的官吏者所认透 家国同共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回归到时代的舞台之上 那就是终于笑 我们来看西岸贝林的国宝景物 诗台孝金 这块碑石刻于唐天宝四年 公元745年 碑石四面由唐玄冬李隆基 亲笔用历书书写的 儒家经典孝经 大字是孝经证文 小字为孝经诸解 旨在推崇以孝涕来治天下 孝经是汉代儒家经典之一 他的核心思想证为 孝是诸德之本 应该把孝的社会作用 推而广致 孝经 第一次将孝与中联系起来 认为中是孝的发展和扩大 国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 陈明能够用孝立身离家 而孝也是汉王朝 选拔官员的标准之一 汉代以来 选拔官员的机制 采取了举孝莲的形式 孝莲就是孝人父母 半死廉政的意思 所以通过整个 而汉代及其一后相当长的时间 举孝莲都是选拔人才的 重要标准及其手段 要能治国 就必须先能治家 汉王朝用举孝莲的茶菊制度 重新架构了家族与国家的关系 否定了世心继承制度 探寻出 选拔国家管理者的新方式 茶菊以品德为准生 或以血统出身为依据 使更多的世人有机会脱颖而出 一展报复 但作为一种玄关制度 茶菊制度 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 甚至发展到必大于利的程度 他成为了很多人大肆练才的工具 甚至连皇帝都开始以举孝莲的名义 卖关欲绝 汉代曾经有一首儿歌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子复别剧 举孝莲卓如泥 从分封宗卿的分崩离析 到茶菊制度的僵化无朽 如何才能卷拔出行政廉洁的官员 在德裁兼备中 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个重大的命题 一直困扰着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 他们需要与自己的王朝 同频共振的同行者 公元607年 隋朝大业三年 一道诏令从首都大兴城发出 这个建立经26年的王朝 用一种全新的方式 为天下的读书人 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的大门 延续近700年的茶菊选官制度 选告终结 打破门法阶层的开科取势 成为隋王朝 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这一年 科菊制度 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 无论出身贫寒还是高贵 学而优则是 成为所有读书人 是占平生报复的唯一机会 修身齐家 治国品天下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人生梦想 居实书记载 唐太宗李世明 曾在镜事发榜之日 站在城楼之上 看到许多新考取的镜事 鱼棍而出 自豪地说道 这是一个帝王真实的感慨 因为李世明将王朝的智力 交付在最有学识的人手中 他们得到的不仅是权力 还有一份共同的担当 那就是国瑜家 命运相连的归属感 科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实际上 还是汉代以来 整理的儒家经典和知识 正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 家国情怀成为 无数知识分子心中 高亢的共鸣 家与国的思想 通过儒家学术不断地传承 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 家国情怀 2020年12日 陈西省宝鸡市眉县 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张氏后人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祀典礼 大学焚飞中 人们既拜着先祖 也在缅怀着他 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 这一年 是他单辰一千周年 这就是北宋的思想家张在 张在 好横曲先生 是儒家力学五大流派之一 官学的创始人 他与周敦仪 邵雍 成仪 成浩 并称北宋无子 公元1069年 已经浣海沉浮的张在 回到昔日读书的横曲书院 他决定将一生所学传给弟子 教化四方 今天陕西眉县的横曲书院内 张在 亲手在中的古拜 至今依然屹立 在古书的两侧 处立着两块石碑 名为东明西明 其中 铭刻着张在 内心的学术思想 和如何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 以今天的释交戒度 张在留下的戒律规矩 没有深奥的话语 更像一位朴实老人 对宫序良索的劝戒之言 但正是这些朴素的话语 让他的学生们 银记在心 并将其传至四方 影响至今 中国最早的成文相约 是北宋年间 由张在的学生 吕大军在陕西兰田县所推行 所以被称为 吕氏相约 据史料记载 吕氏兄弟共六人 其中五人登科基地 四人在朝廷担任要职 被后人称为蓝田四旅 公元1076年 吕大军在其他兄弟的支持下 完成了自己的著作 《成德吉》 其中包括 《相约》和《相仪》两个部分 同称于是相约 相约一般是指 相礼中定立的 共同遵守的规约 相约是更大的家训 它不仅在家庭 家族内部传承 而是适用的范围 更扩大了 在历史上 相约在规范 乡村的生产生活 为人处事 劝人向善等方面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吕氏相约 被奉为相约鼻祖 成为后世 中国各地相归名约的蓝本 这是官学道德礼教的代表之作 也是践行张在官学 今世致用的典范 相约和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他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向上向善 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不赞扬说 自从吕氏相约在关中推行以后 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今天陕西的许多乡村中 还始终坚守着与世相约的精神准则 在德业相圈 过世相归 以俗相交 患难相续的宗事下 神们彼此互进互助 共享生活的美好 公元1077年 在吕氏相约完成后的第二年 吕大军的老师张在去世 在史书的记载中 清凭的张在在离去的时候 没有留下任何身外之物 甚至葬礼 都是学生凑钱完成 但今天的我们相信 张在对自己的一生 没有任何遗憾 因为在数十年的苦苦追寻后 他最终为天下读书人 找到了人生的至高境界 这也是人与天地 人与家国之间的最高准则 为天地离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生寄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张在关学 我觉得最好的就在这里 不是只考虑个人得失利 而是把自己和天地宇宙 人民群众 历史文化优秀传统 社会理想未来 放到一块来考虑 我们周人承认 不要只想着自己 还要想着家人 国家天下 要有担当 在这个担当当中 其实完全没有 功利得失的技术 我奉献好像我失去了 他不会考虑我失去 是我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把我自己奉献到了 人类文明的洪流当中去 奉献到了 从祖先一直延续下来的 生命的延续当中去 陕西省宝基市 古称陈仓 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 韩信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故事 就发生于此 位于宝基市的大散关 是关中 庆祝巴蜀的必经之所 被历代兵家 视为咽喉要地 公元1131年 南宋绍兴元年 经过南京的铁骑 步步紧闭 大散关 成为双方作战的焦点 决定着南宋王朝的 生死村王 但此时的大散关 微如雷乱 这里虽然山势贤俊 一手难攻 而再次出手的南宋兵力 不足万人 面对京军十万大兵压境 曾经旅战旅败的宋军 岌岌可危 在京军的心中 他们将赢得一场 没有悬念的胜利 不过事实 果真如此吗 这时的大散关首将 是吴介 吴灵两兄弟 他们知道 大散关一旦失守 结果 就是国破家亡 吴氏兄弟 抱着一死报国的决心 带领退无可退的将士 与敌军厮杀 在一次次危惧中 宋军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不仅守住了大散关防线 还用弓箭射伤金军主帅 迫使敌军全面撤退 大散关战役的胜利 全面遏制住 京军由陕西输清四川的势头 更挽救了南宋 灭亡的命运 公元1141年 宋经两国签订了绍兴合议 重化边界 罢兵求和 数十年后 著名诗人陆游游历致辞 触景盛情 曾写下 楼传夜学刮周渡 鞋马秋风大散关的千古名句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每当中华民族危难之日 正是彰显家国情怀之时 无数的人人志士 舍小家 故大家 舍小爱 成大爱 救亡图存 换来了千家万户的家庭健康 换来了当下的国态民安 这些都是中国人 家国情怀的最真挚的体现 公元1283年初冬 人潮大都的法场之上 一个衣衫蓝绿的中年男人 即将被处决 这就是西日南宋的丞相 文天祥 在生命终止之前时 文天祥向刽子手问了一个问题 那边是南方 此时南宋王朝 亦已灭亡七年之久 但文天祥依然想对着南方的故国 进行最后一次告别 当他常规叩白的那一刻 似乎想起了27年前的那场电视 公元1256年 南宋皇帝宋李宗 亲自主持了新科进士的电视 文天祥 凭借着一篇中军爱国的文章 被牵点为状元 那是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同时也是他 回复家国使命的开始 当文天祥拜别过过后 他毅然骑身 慷慨就义 疑死报国 牛井47所 在后任整理的文天祥著作机中 可以看到他当年定视时的文章 其中赫然引用了张载的横须四句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生寄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有如此气节的训道者 文山先生 有如此胸怀的理想者 横趋张在 文天祥是 是家国情怀最好的权势 有这样胸怀家国的人 有这样崇高无私的品格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才能延续下去 这是中国人的脊梁 中国人的家国观念 经历千年的塑造 在此完成 成为历代中国人 血脉相连的传承 1931年 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华夏大地 遭遇了史无前列的首领 动荡的时代 国破家亡 一大批民族工业 无法置身事外 纷纷筹谋自救 踏上向内地的迁徙之路 诞生于武汉的身心沙场 在经理李国伟的引领下 开始了自己的西签 虽然前途未步 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抗日旧王 实业旧国 必须搬 留下就是字笛 我们不能当王国 常理在1938年的8月8号 停机 清花 清麦 车机器当中呢 也是日军飞机在武汉 进行空袭的时候 厂房被炸坏了 工人被炸死了 被炸伤了 鲜血突然在冰冷的机器上 大家含着眼泪 抬走自己同班的厮守 扛着机器继续装箱 1938年8月下旬 身心沙场的员工们 带着沙钉 织布机等全套纺织 瓢染设备 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 终于抵达新的家园 陕西宝基 计划只带70名寄工随签 剩下人把遣散费自谋出路 谁也想不到 200多工人当场表态 我不要遣散费 我跟着工厂走 我不当王国奴 工人为啥和自己的工厂 不离不起 不当王国奴 在我们身心场 爱国情绪在这里边表现得 很强烈的 民族工业的板前 让偏僻的西北 有现代工业文明的气息 但同时也吸引了日控的注意 为了消灭中国最后的工业基地 同时为了摧毁 复工复产的意志 包机开始遭遇日控疯狂的轰炸 那个凉水池也是明显目标 高高的烟筒也是目标 日军始终把身心沙场 作为暴击轰炸的重点 今天 我们在身心沙场遗址的土坡下 可以看到一排排紧密相连的窑洞 而这就是身心沙场 解决安全生产的独特发明 窑洞工厂 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工程 共拔掘窑洞24口 中间六条横洞将长洞串通 总长约1800米 总面积4821平方米 洞壁和洞壁均由轻砖启程 既能生产又能防空 这座庞大的地下防制工厂 曾容纳了身心三分之二的防制设备 仅千名工人同时工作 并有数据统计 自从窑洞工厂诞生后 生产从没有被日军的轰炸所影响 更没有一个工人牺牲 著名学者林语堂 曾留下这样的评语 这就是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 当身心沙场解决了生存危机之后 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 大户房的生产物资极度匮乏 要维持生产 需要各种物资和电力的支撑 所以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只有自力根据 只有想自己一切的办法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 身心人决定用双手创造一切 他们用普通线绳 变成马达传动带 用竹片做出棉条桶 用铁块打成螺丝刀 节省下来的物资 更是建起了发电厂 日常生产的费棉 催生了一座造纸厂 在身心人的手中 似乎一切不可能 都可以成为可能 截至抗战胜利 摇动工厂生产了 6.2万吨棉杀 43.2万匹棉布 为抗日战争 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一座地下的钢铁长城 在宝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身心沙场 化身工业的新兴火种 一层辽远之事 他们用无谓的家国精神 在最黑暗的时候 坚守着民族的希望 和黎明的到来 身心人 为了祝愿苦难的祖国 常乐安康 还将此地更名为 常乐园 中华文明能够 历经无数的劫难 一直传承到今天 不曾断绝 这里边跟家国情怀 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事实上 所有的中国人 大家都抱着一种 非常朴素的观念 有国才有家 国破则家亡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 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 最大的一次抗争 也是家国情怀 被发挥到极致的时刻 无功战互 逃不逃学 职责任者 大丈夫之实业 行责任者 大丈夫之忠也 从家到国 从国到家 家国情怀和国家意识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如同一脉相成的职业 不可足够分割 中国人的爱国情思 从家族根脉力 发芽伸展 于报销祖国中 着重成长 责任和担当 正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 家国情怀 它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 有了它的分润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有了归属 生命就有意义 常怀爱民之心 常思新国之道 常念复兴之志 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 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公而妄私 把个人的价值 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与奋斗中 以家国情怀托取复兴之命 这是每个党员领导干部 应有的使命自决 当今天的我们 再次凝视着 华夏的十足 家与国 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 象征着天 地 人的三只香火被点燃 生腾起的 不只是对家国强盛的美好夙愿 还有对家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淬炼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家 国 民族浑然一体 成为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的 根和魂 而这 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自信之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